大家好 今天是2月4日 星期一 亦是年三十晚的日子 首先预祝大家 朱年朱龙入水 朱光保气 让开开心心 投资得心应手 今天的港股 顺利 9年 第2天 主要是有邦 有邦 有邦有消息 稍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只不過有一個想法 我也想先跟大家 做brainstorm 想想 试完 上星期五 美国飞龙的数字 客大家跳 30万 这三个月的平均数 23万 其实一点也不差 甚至可以说是挺好的 但有点不安 如果现在的就業市场 那么强劲 即是意味着经济 是有一个普通 当然这个星期五 还有很多的数据 因为之前停摆了 有很多的数据 今天 这个星期五 都会继续公布出来 再看一下 究竟发生了什么状况 只不过 看回这些数据 如果你再以回 现在联储局方面 即是鲍威尔 之前的口吻 例如那些说 不会怎么加息 缩给大家看情况 我是有很大的担忧 其实我觉得鲍威尔 真的讲大了 其实 真的 是否现在 他在美国方面 是完全没有一个 叫加息的预期 甚至是否真的 不需要加息 真的很良体 他现在唯一一个 大家觉得是 OK的地方 就是说 他的就业 时薪的增长 不算很厉害 这个是有些帮助的 但只不过 似乎 整体上的情况 不是这么差 所以 如果今天星期 出来的数据 也是很好的话 我又不相信 鲍威尔 真的可以完全 坐视不利 可以不想加息 这一件事 但这下有弊 因为 你看看现在 几多潮荷市场 其实在今年 那个情况 年内 联储局议息会议 之后 加息的几率 几乎是零的 他们现在预计 今年全年的时间 可能 那个息率的幅度 都和现在一样 预计都是 可能是不加不减的 甚至乎 到年底的时间 减息的几率 都是10-20% 有的 反而加息 完全没有 反映 现在市场 因为鲍威尔 之前所提到的言论 觉得今年是不加息的 但当经济数据 那么好的时间 鲍威尔 究竟会不会 由英王 变成夹王 变成夹王 再转头 变成英派 我觉得 是存在的 但到时市场 如何解读这件事 甚至乎 因为之前的时间 现在的地方悲观 现在的地方悲观 现在的地方悲观了 到此后 又悲观了 不知道 所以 我会觉得 大家 这方面 要有些戒心 至于港股 今天来说 真是在威尔西 大楼上来 不过 在新年假期之后的时间 看看 美股这几天 有什么发展 会不会有些 出人而表的表现 当然 假设美股做好 那 在港股 星期五回来的时间 应该还可以做好 因为始终没有A股 这个因素 也留意一下 A股在我们假期之前的时间 会不会有些 的措施 会做呢 看看这一件事 但 刚刚提及到 先说一些股份 尤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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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是升华人之三 为什么 最主要 这个是因为 他好像宣布了 就是说 食家装 天津 可以从事一些保险的业务 这些基本资料 和历史资料 大家先听听 尤邦 其实在我们方面 唯一一间 是可以外资 獨资经营的 一间保险公司 这是有些 历史的背景 因为当年 应该说 是一些 保险的法规 还未定来之前 尤邦已经进入了发展 所以 它变成了 缴面了 其他保险公司 就像保险那些 都可以拍夺中銀行去做 这样 这是有一定的优势 因为自己去做 也不需要和人们分成 以及有自己 一些独立的 消责团队 而 你看看 之前的时间 虽然进入了亂拍战 但 其实有帮助 过去 应该经上 赶心 和干输 从事保险的业务 所以 经验的范围是有限 虽然是这样 但是 你会看到 新业务价值的增长和佔比 现在仅次于香港 所以 你开了两个地方 给它有些经营业务的时间 变相之下 它的业务的佔比 应该由短时间内 超越香港 成为最大的 一个业务的增长 业务的比较大的地方 我觉得是正面的 你怎样说下去 这件事一定是正面的 因为 如果你加大两个地方 变相之下 你来地那边的 发展空间 掌握会增加 还有 石家庄 天津那边 其实是和现在 鸿安新区 我觉得是一定的关系 所以 国策 都对它有帮助 正面的 不过唯一比较负面的地方 就是 本身 真的可能你 有之后的时间 我们这些政策 一夺一转的话 对它有的影响会 相对比较大一点 不过它又比较好的 因为它从事的那些 业务 跟我们的很多 的险资有些不同 我们的险资很多时候 有些保单 都可能是 我们说是 一些投资相关 可能它们 会有个 guarantee 比较上是 有个回报 但是 这个叫做 有帮的那些 通常是 保障性的保险 相对比较小 所以 我相信 有帮的表现 应该是 不会变差的 还有因为 东南亚地区 这段时间的会交 又打上去 有些资金流去里面 变相 对于东南亚的业务 也有个帮助 所以 似乎你开国来看 有帮 今年的表现 暂时看下去 应该不会变差的 如果有货 也可以再 插住它 没有货 等会 这款我都会有点兴趣 可能今年也会看下去 几眼 除此意外 有没有哪些版块 比较特别 内访 内访 今次的壁桂圆 出了一个 昨天的时间 出了一个消息的数据 坊间 说到它很差 好像有什么跌 跌五成 但是 其实有点 现在 碧桂圆本身 其实 它的计算方法 其实是改变了 它在上年 6月底的时间 开始 就改变了这个计算方法 所以 它的实数 现在出来的数 跟它之前比的话 其实是有些分别的 什么分别呢 简单来说 概念 以前的时间 它是计算的 消息合同的数 总之它有份参与的项目 也计算下去 譬如 它是计算的 譬如 它是计算的 但之后 如何计算 它是佔多少 百分比 又计算 就是佔三成的 原先计算法 是有百亿的 现在计算法 是有百亿的 是有百亿的 所以实数是少了 这是正常的 不过的事 但如何计算 你计算法 按年来说 多个是下跌 但这个是全市 全行业 都出了一个问题 所以它的股价 你见到什么 是不要跌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整个 我想 对于它的看法 我也是比较中性 我也是 如果是内房板块 中情反对 中海外 晚科 会比较安全 其他板块 好像没有特别 就是这样的 所以就 用我今天 偷一下懒 今天说了 十分之内 不过 再说一些重点 希望 也说一次 希望大家 明年 我们说 现在送 狗盈珠 希望大家 珠联 投资 最重要是 顺顺利利 今年也不是难玩 珠联 但 希望大家也可以 加油 希望我们珠联 都可以走到大运 都可以有一个 比较好的 投资回报 多谢大家的支持 和鼓励 珠联 希望大家可以 更上一层樓 好吗 今天就这么多 我们珠联 再见 拜拜